由于人民币持续走弱 恒指也从上周高位20200点辰转 回落至18800点水平 究竟港股会否继续沉底 这要视乎人民币的弱势能否稳定下来 不过 以现时港股的股值处于相对较便宜的水平来看 即使再跌 下跌空间应该不多了 现时环球金融市场面对颇多不明朗因素 例如 原储局的加息取态 人民币弱势 俄罗斯的政局和俄乌战士等等 是可以严重影响投资回报 由于投资视野不高 大家应该采取较为保守的策略来作资金配置 特别是当经济周期开始转弱时 投资者将较多资金投放于债市是必须的 原因是 美国息率正处于高位 即使联储局坚持下半年加多两次息 但考虑到美国经济已进入放缓状态 持续加息只会令经济增长继续转弱 结果只会是联储局制造另一次经济衰退 然而 当联储局面对美国经济急速转弱时 唯一可以采取的策略便是减息 戒时 债价肯定大升 债券投资者便可以获取风利了 投资要看时势 当经济周期进入放缓期时 投资取态必须保守 然而 保守并不代表没有机会争取高回报 只要大家选择适合的投资市场下注 回报仍然是可以可观的